2024年跟着孟丽姐一起爱健康 今天呢 孟丽姐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出现在自体免疫系统疾病的其中一项 各位应该常常听到的 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它是一种就是发生在关节部位的一个慢性的炎症 那通常呢 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的手腕和手指 是一种就是刚刚所讲的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 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会自己攻击自己自身的组织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会侵袭任何年龄的人 甚至是儿童 那女性呢 比男性更容易患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同于骨关节炎 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关节之外呢 它还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啊 例如说眼睛 嘴 还有肺部等等 这个疾病呢 就是属于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 如果是气平衡的时候啊 或是失调的时候 往往就有这一类的疾病会产生 也就是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 那其中一项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以上就我们赵慧博士 在营养免疫长寿里面提到的健康之信 分享给大家 也让各位了解说 这个病症其实是自己的免疫系统 攻击自身的一个组织来造成的 2024年呢 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真的要健康快乐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